歡迎大家又來聽《通識看天下》 今天仍然由我,方世豪主持這個節目 現在我講的是人民主義的問題 講的是西方人民主義 上次我也講過 中國的人民主義的發展也很有機會 應該要結合西方人民主義 而成為所謂世界的人民主義 因為人民主義是能夠對峙社會上文化的偏僻 我們看西方文化發展 人民主義的出現很多時候都是用來對峙文化上 社會上文化的偏僻 這樣就出現了 我們現在見到我們今時今日的社會 一樣出現了文化上的偏僻 所以我們就要講回人民主義的說法 對峙社會上的問題 不過只是這種對峙社會上文化偏僻的說法 是不夠的 就要補充我們這個中國人民主義的一種說法 就是那個基礎就是來源於人要自身的建立 要自己做好自己 要自己頂天立地的站起來做一個君子 由這個基礎建立來講人民主義 再結合西方人民主義的方式 這樣就真正能夠解決到當前時代的問題 上次講到西方人民主義的歷史是很遠的 由古希臘、羅馬、中古時期的基督教都有講 不過現在我們集中講的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 人民主義之後的發展 剛才之前都講過這個所謂人民主義的說法 就是用來對峙文化的偏僻 所以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 就是用來對峙中古時期的宗教的文化偏僻 因為中古時期的宗教勢力是很大的 宗教原本是人類文化領域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在中古時期就獨大 所有其他文化都在宗教文化領域底下都要發展 這樣就出現這個所謂的偏僻 所以文藝復興時期就出現這種解放的情況 出現了 對峙社會上這個文化偏僻的問題 所以就出現這個人民主義的主張 重新重視人的自然情感欲望 重視世俗、自然世界的東西 中古時期就對這些人的自然情感欲望 以及物質的自然世界 這些全部都視為世俗 我們一定要由這些世俗的速度超脫出來 才可以接近上帝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 所以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 就由宗教的這種速度解放出來 重新重視自然 所以出現後來自然科學的研究等等 不同的文化的發展 這個就是這個時期的人民主義的說法 就是對峙中古時期的宗教文化偏僻而產生 跟著上次我們最後也說到這個 十八世紀德國的新人民主義 這個十八世紀德國的新人民主義 就跟這個浪漫主義潮流結合 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這個裏面有些很出名的人物 包括哥特和直立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人物 所以這個時期的新人民主義的說法 跟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不同 因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 就講這個希臘羅馬的古典文藝 或者古典文學 但是這個浪漫主義時代 新人民主義時期 就不只是講這個希臘羅馬的古典文藝 也都很重視這個希臘羅馬的神話 和印度宗教的神話 而且開始向往其他東方文化思想 即不只是講古希臘和古羅馬 開始多一些其他地方的文化思想 所以這種新人民主義的要求 就不只是由中古文化裏面解放出來 而且更加是要求由整個西方文化系統裏面解放出來 即是這個最初期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 就是要由中古的宗教文化裏面解放出來 就是這樣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新人民主義 18世紀的新人民主義 所以他們甚至是要由西方 整個西方文化系統裏面解放出來 不只是講西方 不只是研究西方的東西 這個看著印度 看著其他東方文化思想 這樣看著 所以這個重視希臘羅馬以前的原始文化 亦都重視西方文化以外的東方文化 所以就會去研究古希臘羅馬的 古希臘羅馬的神話文化 比較古代原始的神話 以及印度的神話 這個時期的西方人想透過文化 去接觸某一種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 他們想通過研究這些古希臘羅馬的神話文化 或者印度的宗教神話文化 希望接觸一種精神生命 這個時期的思想有很濃厚的凡神論色彩 這個凡神論裏面的神 即是一個普遍的自然生命 普遍的精神生命 這個凡神論 即是這個精神生命 是無所不在的 無所不在的一種精神生命 就不像基督教那樣 一個高高在上的上帝 而是無所不在的一種精神生命 這種凡神論的說法 所以神的表現其實就是表現成為萬物 神就是表現在萬物裏面 這種看法 萬物就是神的表現 神不只是表現在西方 也表現在東方 也不只是表現在當代 也表現在古代 也表現在古代之前的原始時代 所以這種神的觀念 跟當時學者所熟悉的 這個有點不同 這個 跟上帝的神的觀念 有點不同 這樣就跟這個學者所熱愛的 古代神話 和東方文化的神的觀念相應 所以很想由西方文化的範圍裏解脫出來 這個時期的真人民主義 就想由西方文化的範圍裏解脫出來 所以這個時期的學者對人的觀念 這個比早期的文藝復興時期 對於人的觀念的看法進步多了 這個 因為這個時期的看法 文化觀念擴大了 不只是看西方文化的範圍 範圍再大一些 所以這個人類整體的觀念 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 即是之前所說的人類 只是指西方人 現在這種 有一個整體觀的看法的人類 的觀念就出現了 這個 文藝復興時期的 人民主義 就只是做中自然的人的身體 自然的情慾 自然的才能 世俗的名譽地位 這些都著重了 用來對反於宗教的 宗古時期 宗教文化對這些 價值的戰士 所以就更自然 但是 到了這個新人民主義時期的人民主義 他們對人的觀念 對人的觀念 深化了 深化了 如何為之深化了呢 就是說 人是可以貫通到 所謂 神的人 它是可以貫通到神的 人是可以貫通到神那裏 同樣也是由於對峙當時文化的偏僻 這個 出現這個 所謂新人民主義的說法 我們看到 這個時期 那個 新人民主義 他們對應的是什麼呢 簡單說 就是 對峙這個 當時的文化偏僻 就是 偏於自然 偏於西方 這個 這個是這個 文藝復興時期 的 一種文化的偏僻 偏於自然 偏於西方 所以 來到這個 新人民主義的時期 就開始一種 有一種 泛神論的一種色彩 以及 這個 開始 出現這個 要求 由西方文化裏面 解脫出來的一種主張 這個 就是 所謂新人民主義時期 的一種 的 主張 亦都是對峙當時文化上的偏僻 而來的 好 這個是 第二期 就是 我們之前說過 這個 近代 第一期 就是文藝復興時期 第二期 就是這個 所謂新人民主義的時期 這個 八世紀 德國的新人民主義 第三期 西方人民主義 是什麼呢 就是 講到這個 二十世紀的人民主義 這個時期 比較近代 比較複雜 這個 這個時期 那個 人民主義 二十世紀的人民主義 可以說 是有三大派 這個三大派 這三大派 這三大派是什麼呢 第一呢 就是這個 科學的人民主義 第二派 就是這個 宗教的人民主義 第三派 就是這個 存在主義的人民主義 這樣 所以比較複雜了 這個 我們可以慢慢 逐派 來看看 這三派 人民主義 的主張是什麼 這樣 這三派 都有些繁複的 我們現在先講的 就是這個 科學的人民主義 科學的人民主義 就由這個 孔德 費爾巴哈 開始 到了1932年的 杜威 和美國學者 共同發表了一篇 人民主義宣言 所以 這個1932年 這一篇 人民主義宣言 可以說是 這個二十世紀 科學人民主義的代表 這樣 就有一個 宣言做代表 這樣 這一派 人民主義的特點 就是這個 人民主義 是要跟科學結合的 所以 這一派 我們稱它 科學的人民主義 因為他們所主張的 人民主義 是要跟科學結合的 那 亦都 這個 重視人的同事 亦都 重視這個 自然 和社會 這一派 人民主義 它幾重視人 又重視自然 和社會 這個 他認為 要用人類的科學技術 和方法 令到在自然之中存在的人類社會 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這派科學的人民主義 就是要 將人民主義和科學結合 所以他們是說這個 所謂科學技術和方法 要用人的一些科學技術和方法 令到在這個自然裏面的人 所組成的社會 是慢慢可以變成這個科學 用這個科學技術 或者科學方法 令到這個社會變成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這個 所以呢 我們看這個道威的思想 正正就是很重視這個觀念 怎樣 用這個科學的方法 來 令到人的社會 人類的社會 變成這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這一派人民主義 就是以這個美國人為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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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威的思想 就是美國人 都比較著重 這個 的一種看法 這個 美國人之前 原本 很多時候 美國人最早期 很多時候 就是英國人 去到美國 發展 成為這個美國人 所以一方面 他們 這個 是有一個反英國 國教 的一種 看法 他希望 由這個英國國教的束縛裏面 這個 解脫出來 美國人的看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反對英國的階級性社會 不太喜歡英國的階級性的看法 所以這些英國人 不喜歡英國的這種 國教和階級性 去到美國 就創立出一個理想的民主平等的社會 就是想創立一個這樣的社會出來 後來就成為這個美國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一方面 就講民主 一方面 就講自由 這個 所謂自由 這個觀點 就跟中國人民主義所講的 這個所謂這個自成 就是一些不同 自由 跟這個中國人所講的自成 自成 自我完成 這個說法 就有些不同 這個 美國人這個自由 這個觀念 最初是消極的 是一個消極性觀念 這個 所謂消極性觀念 就是說 自由這個觀念 是要有所對峙的 就是說 自由的意思就是 要由某種束縛 或者某種約束裏面 解放出來 這個叫做自由 這個 這種就叫做消極性的觀念 這個 比如這個 這個 文藝福音時期 這個 宗教的限制是很多的 這個 宗古時期宗教限制很多 就要由這個 宗教的限制 宗教的束縛裏面 解放出來 那就是自由 這樣 就是一種自由 的 說法 這個叫做消極性的自由 這個 但是 中國人那種 說 就不是 中國人很少說自由 中國人的說法是說自成 或者說自立 這個 這個 就是一種 積極性的說法 所謂積極性的說法 就是要自己 成就自己 自己 完成自己 要自己 成為一個君子 就不是說 要怎樣 在一個束縛裏面解脫出來 這樣 而是要自己 去 令自己成為一個人 這樣的說法 這種是一種 積極性的說法 就不是由外面的慾望 去對峙一些外面的問題 而出現 這個 中國人的說法 就純粹由人的自覺 或者 人要求人自己 樹立自己 而出現 中國的人民主義 是這樣的說法 人自己 完成自己 但是這個 西方人就不是這樣 剛才也說過 通常是一種 對峙 一種文化的偏僻 而出現 所以 美國人的 這種 自由的觀念 正正就是 要對峙一種 束縛 由這個束縛裏面 解脫出來 這樣的看法 所以 美國的 人民主義 和科學結合 和科學結合之後 重視自然 和自然主義結合 亦都和自然主義結合 自然主義 認為人 是這個進化的自然物裏 是一個最高的存在 是自然進化的頂點 自然 不斷會向前進化 人類社會 亦都會不斷向前進步 人類的進步 就是靠這個科學技術 和方法 來改造自然 和在自然之中 建立這個人類社會 而不是要靠這個超自然的神 即是他們的說法 即是這個所謂科學的人民主義 他們的主張就是這樣 就是講人 為何說他們和自然主義結合 就是認為人 在這個自然進化裏 就會不斷向前進步 不斷向前進步 這樣就要改善自然 所以就會令到人類的社會 是越來越好的 怎樣改善自然 就是用科學技術和方法 所以這個叫科學的人民主義 用科學技術和方法 來改造自然 將這個人類社會做到最好 變成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這樣 這樣 不需要靠這個超自然的上帝 這樣的方式 這個 這一種就叫做這個 科學的人民主義 這個是20世紀科學的人民主義的主張 好 另外 還有就是第二派的 宗教的人民主義 宗教的人民主義 宗教的人民主義是怎樣呢 古文化精神 以古非金 以古非金 這個呢 我們見到也很像 這個 文藝富英時期 那個 講法這樣 文藝富英時期的人民主義 要講回這個 古希臘羅馬 他們那些 文藝歷史 用來以古非金 就是這個 對峙當時的 文化上的偏僻 這個 現在這個 宗教的人民主義 也是這樣 不過他們就不是講 這個 古希臘羅馬 他們就講回中古時期 的一種文化精神 以用來以古非金 我們見到這樣 剛剛就有點不同 這個 剛剛反過來 他們就重新講回中古時期的文化精神 以古非金 用中古時期的文化精神 來對峙近代文明的偏壁 即近代文明的偏壁 就出現了 即是重視人 重視自然 這些問題 這樣呢 就這個 由中古時期的那些 一種文化精神 宗教的精神 來去 對峙 所以要講給中古時期的宗教 以古非金 根據這一派看法 他們看這個科學的人民主義,可以說,就覺得有問題了 因為科學的人民主義,就只是想利用科學技術來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這個理想是很好的 即是他們都不會反對這個人去創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這個理想是很好的 但是,只是用這個科學技術,其實是不能夠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 就算你能夠創造出來也好 這個社會都未必是人類社會裏面最美好的社會 即是說,建立這個自由民主社會是好 但是,只是用科學技術來去建造 就未必一定做得出來 做得出來也不一定很好 那為甚麼呢? 譬如,希特拉、史達林這些獨裁者 他們很多時都利用科學技術來創造他們自己的理想社會 結果就變成一個控制人、束縛人自由的社會 所以,只是用科學技術就不一定做出一個自由民主社會 可能科學技術可以做出一個獨裁的社會 形成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治 反而破壞了這個民主制度 都不出奇 所以,我們也看到一些專制獨裁的國家 他們也會用科學方法來破壞 這個社會 他們這個破壞 比不用科學方法有很多 所以,這個宗教人民主義 他們就覺得,只是講這個所謂科學技術 就想創造到這個自由民主社會 就不一定 真的靠這個科學技術就一定能夠做到 所以,他們還要再講一個 他們覺得這個宗教人民主義 覺得有一個更加重要的觀念要講的 這個觀念是甚麼呢 就是,就算要用科學技術去創造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這個社會都不一定是人類的理想社會 因為民主自由的社會 只不過是成就人日常的社會生活 並不包括人的精神生活 靈性生活的提升和深化 現在,現代文明社會 是一個 很明顯是會令到一般人的精神 變得世俗化和物化 所以,這個宗教人民主義認為這個要挽救 我們今天人類的文化問題 今天人類文化的墮落 一定要探本窮園 一定要探本窮園 知道我們的觀念在哪裏出現問題 他們的意思是科學的人民主義 只是講科學技術 以為靠人類的科學技術 能夠創造一個理想社會是不夠的 為甚麼呢? 因為科學所創造出來的社會 就算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也好 它都成就不了我們人的精神生活 即是提升不了人的精神生活 或者這個深化人的精神生活 它只可以承受到一個民主自由的日常生活 怎樣提升到人的生活呢? 這個只是用科學技術是做不到的 所以,只可以承受到一些一般的科學文明 社會的一般科學文明 這些一般社會的科學文明 最多或者這個問題也是 令到人的精神變得世俗化和物化 人開始追求物質是越來越多 變得越來越物化 人看人的價值變成這物質的價值 這樣反而變成了我們人類的文化問題 所以要挽救人類的文化問題 一定要探本窮園 所以找回問題出現 問題在哪裏錯了 哪裏出現問題呢? 就是我們現代文化 這個由文藝復興時期到啟蒙運動 這個思想裏面有一個根本觀念 有一個奇出 就是人離開了神 近代文化最大的錯誤 就是用人來代替了神 宗教的人民主義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寫近代文明 近代文化的問題 就是因為 由文藝復興之後 就開始用人來代替了神 以為靠著人自己的能力 能夠創造到一個理想的社會 他們覺得是不行的 肯定神為中心的人民主義 才可以成就人自己向上 才是一個真正的人民主義 所以這個宗教的人民主義的說法 就是認為要以神為中心 才可以創造到一個真正的人民主義 真正令到人的精神能夠向上的一種社會 所以這個叫做宗教的人民主義 這個 這樣馬里坦的說法 他就認為中古的宗教家裏 這個多馬斯就是人民主義的先驅人物 這派就是所謂宗教的人民主義的說法 下次我們會再講第三派 存在主義的人民主義的說法 很多謝大家 然後大家看到這派其實也有多麻煩 那天 我們也會在主義的說法 還有第二派其实是不想公開的 文化來的 真正真的是 感谢观看